好,那么刚刚录好两段之后 这个是叫Active Printer 是一个什么?免费的影片的 老实来讲它主要是做所谓的数位教材 但是它影片剪接的功能部分是完全免费 所以你用的即使是非注册的版本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什么浮水硬磁界限制 这样了解 好,那这个东西呢 各位会看起来 你会发现跟你学过的一个东西很像 叫做什么,知道吗? PowerPoint 我先用1280就好了 你看我进来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如果这样还不够 我再加两个,三个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感觉了 有了 好,那这个呢 我刚刚录好的影片 我就把它丢进来就好了 所以我拿来这边 我刚刚的影片在这里 一段是这个,对不对? 我就把它丢进来 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都要做影片 通常背景我会把它设成黑色的 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就先设黑色的 好,丢进来 丢进来 那我就把它 其实老实讲 就理论上跟你的影片一样大会比较好 好,那这样子我的影片就进来了 那这是第一段 再来第二段点到它一样 这些设背景呢 其实可以怎么样 一次就设好 只是我现在把它分开设而已 好,我再把它丢进来 这样OK了 两段 但是呢预设的话 我们现在录的时间是比较长 所以我来这个地方 点到它这段影片 有没有看到上面这里有一个人 这就是影片的速度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先简单播一下 对啊 所以你看在这边 因为大家都没有那么美活时间 重新看一次 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影音的时代 对不对 你们网路上看YouTube影片 你会不会慢慢看 我发现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 跳着看 因为它会快转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样是不太好 但是时间不够嘛 这里 现在是两倍 这是百分比哦 反正200就等于两倍 对不对 我先设成八倍好了 看看 当然速度变快 时间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变短 对不对 好 所以待会我会剩下几秒 35秒到快40秒左右 我们play一下看看 从这边 我就把它play一下 哇 我们这边这样看不到 因为有的电脑 它那个影音的那个编码 没有调整的话 调过之后看不到 调过看不到 不过大致上会像你刚所看到的影片一样 我只是把它快转而已 这样有大概了解吧 大概了解这样概念就好了 我们看过这样的demo之后 我们现在就让各位一起来做看看 那个